父王母后不好了 三哥 三哥他 你三哥怎么了 快说 他在我寝宫 你快说呀 三哥 他在我寝殿里 宠信了一位女子 南宫敏儿的声音 可谓不大不小 圣皇知道 侧儿跟玉儿的感情 也知道侧儿和玉儿的本事 他不可能主动去宠信 其他女人 必定是有人设的圈套 能在公主的寝宫 做出这样的事 跟敏儿脱不了干系 不可能 三哥绝对不会 做出这种事来 三嫂 你要相信他 肯定是什么误会 宅思玉此时非常淡定 他知道南宫散 有自保能力 而且身上还有解药 此事 肯定是针对他的 一场算计 就算真的发生 睡了一个女人的事 那就让他终身不绝 然后一拍两散 自己逍遥快回去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圣皇 口说无品耳听为虚 此事有关臣女未婚夫 请准臣女一同前往 宅思玉走上前 一脚踢开了大门 里面一对赤裸裸身体 摆着让人面红耳赤的姿势 男子头发披散 让人看不清面容 女子头发凌乱 衣衫都已经退去大半 摇头晃脑一脸享受 也让人看不清到底是谁 去 把那个女子给朕带出来 你们放开我 你们不能把我们分开 我还要 你是谁 开起头来 圣皇一身帝王之气 尽显无虞 吓得地上的女子 一个机灵 此刻他也清醒了几分 虽然低着头 但是嘴角 却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终于成功了 他得到了爱慕已久 最完美的男子 他把清白之身 都交给了他 他让他体会到了 当女人的快乐 此刻他无所畏惧 胸有成竹 此刻又怎么样 他可是他第一个女人 并当不会亏待他 月之涵 怎么会是你啊 展思月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阿策已经说了会娶我 他说他离不开我 你就把郑妃之位 让出来吧 打我也没用 你还是接受这个现实吧 他已经是我的男人了 想不到堂堂岳父大小姐 如此不知廉耻 一论后宫 污蔑皇子 不知道按圣天国律法 该当何罪呢 李京当着 他怎么会在这里 屋里那个男人 又是谁 怎么回事 明明刚才是跟南宫厕 一起乌山云雨 男人 把屋里那个男人 给朕带出来 把月少叔给朕叫过来 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自幼心悦你 你为什么看不见我 此时屋内的男人 被重重扔在月之涵身边 此刻药效还没过 整个人也不太清醒 但是本能感觉到大事不妙 你是谁 报上明来 回 回身上 草明是陈庄最宏远的 正房管事 刘二国 阿瀉真是有姑娘的潜力 配得不错 圣皇 你要为草明做主 今日上高路上 不知怎得忽然晕倒 醒来之后 被这位女子强行侮辱 多了清白之事 她太厉害了 非要拉着草明不放手 听完这些 在场谁还会不明白 怎么回事 月之涵 想算计南宫策 结果 南宫策一招金蝉脱鞘 把她自己给玩进去了 当然 这个刘二狗 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是圣皇追究的重点 是你 是你 宅思雨是你害我 你这个贱人 刚刚明明是南宫策 你用了什么手段 你这个贱人 开玩笑 宅思雨的春日梦 可不是普通味药 里面还有置换成分 你想着谁 那就会看见谁 圣皇饶命 老臣娇女无妨 犹如皇家颜面 岳父即刻将此女 逐出岳家族谱 从此再无瓜葛 按当朝律法处置 圣皇 岳家大小姐 好歹也是金钟贵女 名声在外 此事传出去 也有失皇家颜面 毕竟是在公主宫里 发生的 不如 就成选了她们 也算一串美事 赐死了 反而便宜她了 慢慢折磨 才是最好的教训 岳之寒年十六 四婚与刘二狗 即刻完婚 岳爱卿 朕今日不问责岳父 自己好好 把女儿嫁出去吧 臣 谢主隆恩 不 圣皇 臣妞不要嫁给她 不要 你这个逆女畜生 圣皇望开一面 留你一命 还不赶快谢恩 草民 多谢圣皇此婚 皇后的心 一直没有放松过 这场闹剧 明白着有敏儿的参与 她一句话都不敢说 生怕圣皇回过神 责罚敏儿 南宫敏 脸色非常不好看 她这个妹妹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事对她 也有一定的影响 南宫敏儿 则低着头一声不吭 尽量降低 自己的存在感 她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更是一眼不敢看她三哥 父皇 儿臣和月儿先行一步 三哥 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走 父皇 儿臣告退 月儿啊 爹爹找你老半天了 原来你跟一王散步去了 爹爹总算是放心了 长姐 你回来了 姐夫好 嗯 祝一王爷和长姐 百年好和 多谢 翟丞相 月儿有本王送回丞相府 你们自便 她想跟月儿独处 不想让人打扰 说完便拉着翟丝玉 离开了 哥哥 我想清楚了 我要嫁给二皇子 陈寅儿的话 打破了陈寂的气氛 她之所以能鼓起勇气 说出这样的话 都是因为曹雅 对 就是曹雅 她羡慕她的勇敢 羡慕她的直白 她看到 她去找圣皇赐婚了 虽然没成功 至少让对方 知道了自己的心意 她不想自己的感情 对方都不知道 就放弃了 云儿 如果她已有心悦之人 你该如何 如果真是如此 那 我祝福她 陈文艳回头 看向自己的妹妹 只见她眼神坚定 从未有过的坚定 她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祝福她吗 她能做到吗 翼王府的马车 一对相互拥吻的恋人 跟黑夜融为一体 整个车厢 只听见急促的喘息声 灯火引你间 她笑着看着她 眉目深邃嘴角微翘 宅思玉头埋进她的胸口 冷冽的水尘香 甚是好闻 不停在她胸口来回蹭来蹭去 惹得难攻侧 倒吸口凉气 玉儿 明日我就去青天检测几日 尽快澄清 嗯 阿策 我们这是要去哪 我带你去个地方 只有我们两人 这里是我已经疗伤和练功的地方 真俏凉 这是五眼圈 没有泉眼 且水流不泄 我想你肯定会喜欢 一日 南宫厕把翟思玉送回长相府后 就立刻去了青天见 踏进丞相府的那一刻 翟思玉听见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所有下人都在门口排队迎接 恭迎大小姐回府 呼气 你们这是干嘛吓死我了 大小姐 老爷吩咐过了 让你搬到灵心阁 现在已经收拾妥当 小的马上安排你搬过去 搬院子 二妹她愿意让我住 二小姐被老爷安排到了天水阁 先空着吧 过两天再搬 奶娘你来了 快过来坐 小姐 我今日是给你送东西过来的 奶娘 这是什么呀 你送我的礼物吗 大小姐 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要认真记住 这个东西 是大夫人托付给我的 跟翼王订婚之后就拿给你 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大夫人说 一定要在订婚之后 亲手交到你的手上 奶娘 你确定里面有东西 怎么打不开啊 我也不清楚 大夫人说里面有东西 但是她也没说如何打开 奶娘 你有没有想过好好安多年啊 我给你置办一处宅子 找个人伺候你 好好想想清福怎么样 小姐 我不能离开你 你还小 以后嫁到王府 也需要我的照顾 我还要帮你带小世子呢 嗯 一切随缘吧 大小姐 宫里来人宣纸了 现在都在府门口呢 管家过来通知你 赶快过去 宣纸 什么纸 赐婚圣纸 这也太快了吧 奉天承约 皇帝诏约 经圣天国丞相府嫡女 翟思玉 文婉贤淑 从慧端瑞 品貌出众 朕公文之圣约 经皇三子南公策已若冠 使婚娶之时 当则贤女与配 至翟思玉代字归中 与皇三子南公策天造地设 为成家人 特将卢许配皇三子南公策为王妃 一切礼仪 就由礼部与青天剑共同操办 于五月十五完婚 请此 谢楚龙恩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翟思玉起身上前 双手接过圣旨 翟王妃 这些都是昨日公宴 沈皇的赏赐 奴才这就安排送到您院子里去 有劳公公吗 高公公 今日辛苦你跑一趟了 来来来 进屋喝点茶歇一歇 我要你不得好死 翟思玉跟贱人 你抢了我的一切 我要你死 清儿 清儿你怎么了 你醒醒呀 快请大夫 快 来人 把二小姐抬回屋里 倒在门口成何体统 别在这里丢人血液 展厅还有贵客 看不到吗 翟成员 没想到你如此狠心 没有我柳氏能有你今日 既然你不仁 那就别怪我无意 翟王殿下 四皇子殿下 秦公子到 他们怎么来了 仇宰参见翟王殿下 四皇子殿下 展厅小 今日本王是来那才的 虽然父皇已经赐婚 但是流程一样都不能少 翟王殿下 想你有几个问题 请殿下解惑 这个死女人还没死心呢 我就看看她一条石头鱼 能分出什么冷华来 说 之前翟王说要娶我 为何变成了姐姐 是金儿男女做得不好吗 南宫侧周身冰冷 寒气四溢 从身侧走了过去 你都不想理她 她怕自己忍不住 动手杀了她 阿策 你就告诉她吧 正她早死早超生 免得夜天做白人梦 本王从未说过那样的话 你连月儿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既然殿下决定去姐姐为王妃 那我也不强求了 我可以跟姐姐一起过门 若侧妃也行 你这个丢人显眼的东西 我老脸都被你丢光了 给我滚 老子不想看到你这个逆女 再说出这样不知廉耻的话 我就把你从左铺上出名 有事 把她给我带下去警组一个月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门 如果你给放她出来 你也一起静坐 哎哟 今儿可是大喜事 大家都去正厅吧 别问了提亲的及时 正厅内 整个流程在官媒的见证下 做得非常顺利 提亲 交换更铁 下聘 一天之内全部完成 爹爹 不知我娘给我留的降证在哪里呢 我准备把破子下装都拿回来 自己经营跑官 好好好 爹爹明日就叫柳氏交给你 先客来酒楼 秦宇天听说南公策和翟思雨已经赐婚了 特意摆上一桌为他们庆祝 原来就是你让阿测铁树开的话 果然是个美人 你长得也不错 这捕风帅哥看着真是上头 要命 找得不差呀 怎么不看我呢 难道是看你了 在下慕容修 翟思雨 阿测 小仙女 恭喜你们拨开迷雾见明月 终于定亲了 我可是你们第一位见证人哟 三哥三嫂 我也恭喜你们 百年好合 白头偕老 阿测 师兄也不知道送你什么好 就送你实用的吧 反正你什么也不学 慕容修说完 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放在桌子上 白思雨晃了一眼 然后定睛一看 怎么如此眼熟 这 不会是他制作的解毒药吧 他拿起那个瓷瓶打开闻了闻 表情僵住了 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该说什么 反正就是挺尴尬的 怎么了 月儿 南宫侧发现他表情不对 于是也拿过瓷瓶纹了一下 表情也有些僵了 师兄送的礼物 居然是出自月儿之手 这说还是不说呢 慕容修也发现他们的异常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被这瓷瓶里的东西吓到了 这可是一位高人几个月前卖到聚宝阁的 后来那位高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这东西 现在可是千金难求 怎么样 这可是保命的东西 小仙女 这不是你做的那个解毒药吗 三嫂 这跟你给我的那药丸 一模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呀 达思玉此时真是服了这两个猪队友 哪壶不开提哪壶 南宫侧见状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就一五一十给慕容修 说明了这个药丸的来历 以及育儿当初为什么要卖给聚宝阁的原因 你说什么 阿测 这 这是出自翟小姐之手 翟小姐 以后能定期给聚宝阁提供一些这种解药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每个月只限量供用三十颗 怎么样 行 成交 反正聚宝阁也是你家阿测的 你说的算 对了三嫂 现在店铺都已经闭店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整修店铺呢 对呀 小仙女 我都迫不及待又想吃火锅了 还有上次送来的烤羊肉 什么店铺整修 什么火锅 什么烤羊肉啊 我错过什么了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蓝公司又给他一件一件做了解释 他越听越觉得有意思 越听越觉得神奇 越听越觉得惊喜 翟小姐 你还有妹妹吗 能不能介绍给我做媳妇 今天是怎么了 他们老是用这种奇怪的眼神课 我说错了什么话了吗 你们知道什么表情 哈哈 你居然想娶小仙女的妹妹 哈哈 你笑什么笑 你这什么意思啊 难道配不上吗 嗯 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阿测跟你说吧 蓝公司又把今日丞相府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听得慕容秀是目瞪口呆 震惊无比 怪不得他们会如此反应 怎么一个跌生的 差距就这么大呢 我决定了 从今以后 我要在京城定居 就先暂住翼王府吧 那影夜门怎么办 如果师父有力回来 那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 没事 我自有办法 我也对你们说的商铺感兴趣 我可以留下来帮忙 竹子 手下有事要不要 进来 说 竹子 有人在门内重金下了任务 特来请示如何抉择 说 目标是谁 丞相府定语 翟思玉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 包括翟思玉自己 都是心中为之一震 居然有人要他的命 是谁 齐天心 月之痕 柳氏 不至于吧 玩命啊 咔嚓 南宫厕手中的茶杯 瞬间化为积粉 周身杀气势略 目光阴寒 是谁居然敢动他的育儿 谁下的自杀令 可知 属下不知 来人非常神秘 只在暗哨留下字句和定金 定金多少 五十万两 红金 属下知道规矩 可这次任务对象是大臣之女 并不算违规 而且如此中金 所以特来请示 拒了 不 接下来 既然有人下死中金要杀我 我倒是想知道 究竟是谁 你们不接还会有其他组织结 到时候岂不是更麻烦 这六十万两黄金 就当给影业们的新补费吧 穆公子 难道你真的会杀我 崔蒋泛起一抹邪恶的笑容 答案是 当然不会 慕容修仿佛明白了什么 低头一笑 无论是谁 一定要把背后的人找出来 不然永无宁日 月儿 你为何要这么做 怎么能拿自己的性命开来笑呢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阿策 我知道你担心我关心则乱 你先听我说说我的想法 好不好 第一 任务就算影业门不接 其他组织接下 那就真的是防不胜防 那何不来个理应外合呢 第二 如果影业门拒绝 那势必会引起背后之人的怀疑 如此中金刺杀一位规格女子 都去之门外 势必会怀疑保护她的人是南宫策 那阿策跟影业门的关系 将会有暴露的风险 第三 明知她是未来翼王妃还敢重金刺杀 如果排除那几朵烂桃花 那背后之人针对的 必定就是南宫策 找出幕后之人才能多一分防备 第四 五十万两黄金啊 不赚白不赚 毕竟也是阿策的产业 第五 她想利用这次刺杀 让别人知道 自己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谁都敢把心思打到她头上来 第六 如果进化顺利 背后之人短期之内 应该不敢再动手 她可以争取时间 提升自己的武功 玉儿 我还是觉得这样太冒险 我害怕你受伤 阿策 你忘了我已经是干什么的了吗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玉儿 现在我就叫你内力和亲工 这样我才能更放心 好 她点起脚尖 轻轻吻上她的唇 两人缠吻许久 舌沫生香 难舍难分 被人呵护的感觉真好 越来越依赖她了 翟思玉 你这个贱人 你占了亲儿的院子 还抢了她的未婚妇 还害她庆服 我今日跟你拼了 柳姨娘 你一大早跑来这里装疯慢傻 大喊大叫 是为何意 是来送我娘亲嫁着的吗 至于这个院子到底是谁的 翟王到底跟谁有婚约 翟思青为什么被禁足 你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要不要我们去爹爹那里展开来好好说说 你想把嫁妆拿回去 我给你说 想都不要想 进了丞相府的门 就归我管 不要忘了 我可是当家主母 既然你用当家主母的身份来压我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玉书房 刺儿 你的提议非常好 就按你说的办 儿臣遵命 对了 刺儿那日宫宴 你怎么会去敏儿宫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宫厕一五一十的 把那日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 来人 去把南宫敏儿给朕叫来 臣妾参见陛下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敏儿留下 你们都退下 陛下 清语刚好两个孩子 在臣妾宫中 臣妾为陛下炖了莲子羹 所以便一起过来了 皇后有心了 敏儿 那日你宫里发生的事情 你是否参与 孙皇 儿臣当日确实不知情 儿臣给三哥送完礼物 就去取三皇嫂的礼物 耽搁了一些时间 回来后就发现屋内有一声 儿臣不敢入内 所以才去大殿找母妃的 儿臣也不知道 玉之涵会昏入井宫 还假扮宫女 对三哥脱谋不轨 定是他早有预谋 因为儿臣给他说过 给三哥准备了礼物 打算单独送给他 父皇 敏儿一直生活在宫里 行思单纯 难免被人利用 望父皇明察 陛下 敏儿年纪尚佑 都是臣妾教导无方 才让他 如果要罚 就罚臣妾吧 行了 在御书房哭哭啼啼 成何体统 朕还没说话呢 你们就开始求情 既然没做 为何要求情 宫皇 儿臣以为 皇妹确实年有无知 才中了他人算计 儿臣也并未受到伤害 请父皇网开一面 就此结果 三哥 敏儿确实是被人算计的 谢谢三哥相信敏儿 既然你三哥为你说话 朕还是要对你小惩戒 就禁足凤阳宫一月 闭门思过吧 多谢父皇恩典 义坤宫内 敏儿 你都看见了 你父皇对那个南宫 测有多么的偏爱 明明一点事没有 还要罚你妹妹 禁足一个月 母后 儿臣当然看得出来 儿臣心里有数 敏儿 如今他手握三十万大军 你如何跟他抗衡 哪怕你在朝中苦苦经营 但是却没有实权 敏儿 不如你跟倩倩成亲 我去跟你父皇请旨赐婚 这样你也可以多一些帮助 母后 你以为娶了将军府大小姐 对我真的是助力 如此明显的拉拢势力 会适得其反 除非 父皇主动赐婚 否则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陈国一战内 我说你是不是陈国公主啊 拿点气势出来 你这样怎么追求二皇子啊 你这样我们以后怎么做周理啊 你每日在屋里想来想去 你想出办法了吗 什么办法 他问我什么办法 当然是追二皇子的办法呀 难道你每日坐在屋里 他能主动上门不成 走 跟我走 我带你去燕王府 曹雅 你说什么 去燕王府 我不赞你去 我不去 走吧没事 这位公主上门拜访 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不 我不去 我害怕 那你跟我出去逛逛 这总可以了吧 走吧 我带你去茶楼品茶 二位公子里面请 坐大厅啊 还是雅姜啊 来会顶其消名 就那桌吧 我说陈国大公主 你用不用这样啊 刚刚没见过世面的香巴佬似的 我们现在的身份是附下公子 你这样会穿帮的 懂 懂 子珍 记住 现在我叫雅子珍 别穿帮了 你赶紧想个名字 一兄 我们俩还真是有缘啊 没想到又见面了 这回事 怎么就真的没有出息呢 这也想象必须过头了吧 这是在下的家弟 雅子晨 第一次来京城 难免声说 让一兄见笑了 说完 曹雅邀请南公义 一同坐下品银 在闲聊中南公义得知 这位雅子珍 是来自曹国的商人世家 而且经常行走四国 其家族经营的产业 涉及非常之广泛 我这一兄可有心仪之人 家中可有婚配 在下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我家中每年逼婚 我这不躲到圣天国来了吗 子珍 说到逼婚这个事情 我深有体会 对方还说一定要嫁给我 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还好 不久他就会离开京城 应该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吧 难道你有心仪之人了 你对那位女子 没有一点心思吗 我没有心仪的女子 不怕子珍兄你笑话 我连女子的手都没碰过 其实 对那位心仪我的女子 谈不上喜欢 但也不排斥 只是我这个人 比较喜欢日久生情 对于不熟悉的人 真的没办法成亲 子珍 难道你会跟陌生人成亲吗 如果真可以 你也不会躲到圣天国了吧 你说呢 未来会出现心仪的人吗 应该很难吧 那就预祝义兄 早日找到心仪之人了 来 我以茶代酒 喝了这杯 四弟 这两位是你朋友吗 完了 二哥怎么过来了 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我必须给他打个招呼 竟然碰到了南宫萧 这才有好戏看了 怎么办 二皇子怎么来了 他不会认出我来吧 我好紧张 二哥 这些是我刚认识的朋友 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 只知道我叫南义 希望二哥帮我保密啊 紫镇 紫辰 这位是我二哥南宵 几句寒暄后 曹雅开始了他的表演 大呼又自我介绍 南宫萧似乎察觉到对面 一道炙热的目光 时不时落在他身上 当他看过去时 又迅速一开 对于这种目光 他并不陌生 一般都是来自女子 今日这是什么情况 南宫萧台谋 仔细扫过二人 便轻轻移开了视线 这两位公子 身形修长单薄 面容清秀白皙 眉眼间 透着轻雅贵气 一双手鲜细如玉 这一看显然就是女子 他又转头 看了一眼南宫义 显然 他四弟完全没有看出来 一副称兄道弟 久逢知己的模样 他低头握拳倾笑 笑而不语 只觉得那道炙热的目光 那双眼睛似曾相识 哦 紫辰公子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觉得你很眼熟 你我并未曾见过 不过我也觉得 萧公子有些隐书 声完快速提下头 喝着杯中的茶 轻轻吐了一口气 一兄 我会在京城里 逗留一些时日 如想找我聊天品名 可以去八方客栈 给掌柜烧个新便客 那下次一定由我做东 请紫真兄吃个便饭 敬我地主之仪 怎么样啊 今日生活不错吧 我就说了要出门 才会有机会 确实如此 我以后不会再退缩 就算结果不如预期 至少我会让自己后悔 可以啊 不愧是陈国公主 悟性挺高啊 再出去一趟就想 明白了 既然你们愿意 跟着我这位张姐 那我也要为你们做打算 多说说想法吧 张姐 我想入军营 自要我喜爱习武 只赢父亲并不赞同 所以想习武磨练一番 以后成为大将军 保家备国 好 这几日便帮你安排进铁血军 爹爹那边 我自会去同他家 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进去以后从士兵做棋 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没有任何特殊身份 你可愿意 张姐 这正合我意 我要凭自己的本事 做出一番成就 生命自己的能力 绝对不会让张姐失望 张姐 我也想习武 想变得跟张姐一样厉害 你也要习武 想清楚了 女子习武可比男子困难百倍不值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 都要足够坚韧 才能够脱颖而出 这样你也愿意习武吗 张姐 我以下定决心 永不退转 好 既然下定决心 那我便支持你 只是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安排 我需要思量一番 宝宝 在做什么呢 宝宝 你怎么这么软呢 又甜又软 好想吃啊 阿臣别闹了 我还有事要做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坏了 宝宝 是你说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的 你男的不爱吗 我现在也有事情要做 你也有事情要做 做什么 做 你 宝宝 饿了吗 起来吃点东西 嗯 有些饿了 宝宝 刚才已经弄脏了 所以我把你换洗过 我的宝宝真是较弱的 你说把宅司连送到影业门 那不是杀手组织吗 影业门是师傅一手建立的 聚宝阁只是其中一个产业 麾下还有截暗杀的血液阁 排养暗卫的刺风阁 你身边那两个丫头 就是从刺风阁里挑选出来的 所以女子可以送到那里习武训练 改日我让慕容秀带她过去便可 你三位在刺风阁不会有性命之忧 但是吃苦是肯定的 能走到哪一步 全靠她自己 至于宅司天 我让若冯带她去军营 这个小事情 谢谢你阿策 你对我真好 阿策 我要私下见一下慕容秀 关于那件事 要跟她想谈 好 我来安排 南宫侧随后才告诉宅司运 他一早便会秘密动身 去寻找萧石矿 而南宫义 则负责用商骨名义 从曹国收购矿石 兵分两路掩人耳雾 宅司玉也知道 如今在京城 他们两人备受关注 绝不能同时消失 所以她只能留下 夜里 南宫侧又要了宅司玉无数次 她的每一寸都留下了她的气息 临行前的万般不舍 让她欲罢不能 宅司玉紧紧搂着南宫侧 阿策 宝宝 等我回来 王妃 今日 宅臣向差人过来说 让王妃下午喂食 去一趟正厅 三小姐上午过来一趟 说下午再过来 还有今日月之寒出嫁 刚上花轿 岳府就宣布 把她逐出族谱 永无瓜葛 之后去请三小姐二公子过来 是 周姐 都坐吧 不要这么去群 四连 有个地方只要你愿意吃苦 坚持不懈 必定日后伸手不凡 你可愿意 张姐 我愿意 好 你过来 张姐 她是我的贴身武器 你叫吃血 现在我赠予你 希望你记住今日的选择 不忘初心 立立前行 是 子天 张姐 军营那边也将排妥当 你尽快择任出发 这是什么武器啊 如此精致 如此小巧 军营离战场上 随时都有生命安危 这个秀剑可以危及时刻保住性命 记住以后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失与人钱 更不能随意卖弄 也不能介于他人 明白了吗 是 张姐 我宅思天 在此立誓 绝不会暴露秀剑的任何秘密 哎呦 老爷 老爷别打了 再打会把邪尔打死的呀 老爷 这是怎么回事 只有是唱了哪出戏 苦如今 他在正厅外站了一盏茶时间 才大概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从公宴那晚结束 宅思玄的几个狐朋狗友 得知他长姐宅思玉 赐婚给了翼王 对他一阵讨好拍马 于是 就带着几人一起去青楼 寻欢作乐 喝酒听曲 逍遥快活去了 直接就在青楼诉了两晚 随后 一群人又去了赌场 输完了身上的银子 宅思玄就想先一步回复 没想到被几个人激将法说了几句 摸不开面子 硬着头皮 便继续开赌 几日公府 输了十几万两白银 一直被扣押在赌场 根本不敢通知府里拿钱赎他 赌场的人考虑到翟思玄的身份 也没对他怎么样 后来 发现翟思玄根本没打算通知丞相府 赌场的人便带着借据 带着翟思玄 直接找上了丞相府讨要银子 爹爹 今日叫月儿过来 是不是嫁妆已经清点好了 你这个贱人 月儿娘亲留下的嫁妆 你也敢随意拿来使用 今日我就要收了你 给我滚出陈相府 爹爹这话是何意 为何会动用我娘的嫁妆 翟丞相便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过重点突出的是 柳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大夫人的嫁妆拿去抵债了 并不是他所为 都是柳氏背着他做的 既然这样 那现在就开始清点吧 差的部分就用柳姨娘的嫁妆来补救城 柳姨娘肯定也有嫁妆吧 来人 让柳管家去柳氏屋里 把房屋地契都拿过来 顺便去清点大夫人的嫁妆明媳 弄好以后都拿过来 柳管家动作也挺快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就把东西都拿来了 兄儿 你去清点一下差哪些 是 王妃 很快账面就核算清楚了 所有的嫁妆 差了近几十台的东西 里面的物品有古丸字画 黄金白银 首饰珠宝 商铺 庄子 地契都在 只是 账面上都是亏损 兄儿 算一下这几十台嫁妆 折合成现影是多少 是 王妃 一盏查后 回禀王妃 一共差五十七万两白银 柳管家 你再算算五十七万两白银 柳氏的商铺够不够低消 宅思雨 你这个小贱皮子 这是我的嫁妆 你凭什么拿商铺底嫁妆 辱骂我家王妃 呆打 宅思雨 你凭什么敢动我的东西 那你凭什么敢动我娘的东西 柳管家 算好了吗 算算算算好了 二夫人有两间繁华地段的三层楼大铺子 可以抵这五十七万两白银 行 就这两间吧 爹爹觉得这样处理可以吗 鱼儿 你真聪明 这样处理非常好 合情合理 这些假装 你就自己收着 地球马上叫人更名到你名下 如何 宅丞相为了表明立场 当即宣布道 宅丞相说完终于松了一口气 跟宅思雨又交代了几句 便离开了正厅 柳氏 当初给我娘下毒的时候 你想过有今日吗 这几年做当家主母 感觉很好吧 是不是身上不痒了 就忘记 自己是个爬床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了 你 你别过来 你走开 你是魔鬼 你走开 不是我害你的 你走开 宅思雨停住脚步 疯了 被吓傻了 来人 把六姨娘抬回去 她病了 什么叫好像出城了 属下从翼王府跟出城外 却没发现任何踪迹 所以不太确定是否出城 承相府 宅思雨那边什么情况 承相府没有异常 宅小姐也没有出府 是 南宫明转身取下墙上的匕首 洗手上穿着一张纸条 丑时 城外西水波 由你所需 宣王果然胆识果然 看来没有选错 你找本王何事 当然是合作 不知宣王意下如何 说话的 正是七国太子 七天号 你我两国历来战事不断 势不了力 有什么合作可谈 想不到宣王是个如此谨慎之人 你若无事 本王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难道宣王不想扫清障碍吗 他今日已出臣前往西部 至于做什么尚不可知 这便是我的诚意 你要什么 待宣王掌握兵权之时 助我登上皇位 既然太子殿下有如此诚意 本王岂能博了这番好意 那么合作愉快 未来的太子殿下 和风 今夜速在山间 等下继续赶路 经过小镇事到补充该量即可 是 属下领命 此刻空中发出一声高抗而尖锐的鸣叫 南宫侧听闻陡然睁开双眼 双眸深同微酥 全身赫然紧绷 这是若爷给他传信的海东青 难道 经常出事了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翟思玉 因为若爷是待在他身边的 难道玉儿出事了 南宫侧赶快摸出怀里的玉兽上 放在嘴边吹动了几次 海东青俯冲而下 盘旋了几圈 落在南宫侧的手蜜上 他迫不及待取下信件 眉头紧锁 心跳的前所未有的快 害怕看到不好的消息 亲爱的阿曹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我是你的宝宝小绿儿 你总和我好想你啊 想你身上的味道 想你温暖的怀抱 总之 全身上下都想 我在京城乖乖等你回来 不用担心我 你要注意休息 保重身体 要好好吃饭 回来如果瘦了 特不定舒适 阿曹青青 阿曹发暴 阿曹起飘飘 我等你回来爱我 南宫侧看完这封撒娇卖萌的信号 不由小腹一紧 身体居然起了反应 嘴角荡起一抹幅度 该死的小脚架 这么远还飞音传进了不过我 不过我好喜欢的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 三嫂 你来了 三嫂你笑什么呀 我说 你早上起来都不照统计呢吗 什么事让你撤眼的眠啊 这怎么能给三嫂说呢 撤眼想着紫珍的双眼 不行不行 大肆的这么说 这小子一定心里有事 走眼神和动作分析 应该不是大事 那就应该是男女之事 看他闪躲的小眼神又不开口说 证明是说不出口的秘密 如果是女子 那应该是害羞 不应该是慌万 那真想只有一个 对方是男子 三嫂 没什么事 就是昨夜没休息好而已 看看 他基本上了 这不又是明显在解释吗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事实 事实就是废弱的开始 你最近是不是解交了新朋友 男公义在翟思玉的审问下 全被套了出来 你找人给那位 雅子真公子烧个信 我们的商铺也有些货 要从曹国采购 让他现在过来 一起用个午膳祥谈 这说明就是个女子啊 怎么这么一说 在哪里见过 这或许没开出来 他难道脸完吗 翟思玉忽然想起公宴上 那位嘲嘲着 要嫁给男公义的 曹国小公主 曹雅 雅 雅子真 翟思玉悟了 男公义看见雅子真 一下就来精神了 立刻起身迎上前 子真 这位是我三嫂 三嫂 这位就是我的好友 雅子真 翟思玉看着曹雅 眼神似笑非笑 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曹雅则是给翟思玉 眨了眨眼 示意她帮自己保密 翟思玉全程嘴角挂着一母笑 看着两个黑眼圈在那互动 三人用完午膳 雅子真就跟男公义 提出告辞 反正明日还要见面 男公义也就没有多挽留 便送走了雅子真 三嫂 你不是说要问紫真兄 说过货物的事吗 怎么刚才一直没提呀 呃 那个不着急 我们现在先说正事 接下来一个时辰 达思玉把自己写好的开业前细则 全部给男公义详细地交代了一遍 王妃 王爷来消息了 无机如玉 乳君安雾面 择日归期之 代付彻爱之 宝宝 回复思念你 书也 王妃 有何吩咐 昨日新研制的隐气单 你觉得如何 你可是第一个体验她效果的人 王妃 此单强于普通隐气单 数百倍不止 如用于暗杀逃逆 绝对无人能及 除非 遇到超出世间武功之高人 你说小白能把这药丸带在身上 李王爷送过去吗 这 海东青 一直是竹筒 细语角处 还没带过药丸 首先马上去研究一下 好啦 小白 这次要辛苦你了 下次回来给你准备好吃的 去吧 救命 有人吗 救救我 大家 救命 救救我 洛峰毫无犹豫 纵身一跃而起 偷向扑面而来的几只巨虎 他的任务是 保护王爷 并不是救什么女子 那位女子狼狈地摔在地上 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身子不停地哆嗦 惊恐的双眼 看着正在跟猛兽搏斗的男子 重重松了一口气 又转头看了一眼南宫侧的方向 拖着受伤的身体 向那边移动 洛峰对付几只猛虎 如果在平日 那真的是轻松加愉快 几刀就能解决掉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们是在深山森林里 如果把猛虎斩杀 血腥味 势必会引来狼群 骑龙山脉的狼群 那可是出了名的凶猛 数量众多 不过他们不轻易出现 就算猛虎遇上了 也是难逃一死 他不敢大意 手上运用内力 捡起地上的石子 精准地打在猛虎的双眼上 约翼斩查时间后 几只猛虎被个个击退 眼睛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哀好几声匆匆逃入了树林 别动 否则一刀杀了你 大家不要杀我 小女是周边小镇的人 今日跟父亲亲山彩腰 不幸迷路走在 后来不知怎么就遇到了猛虎 一路逃来此处 幸亏大家出手相救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有 你走吧 赶快起身离开 不需要你的报道 大侠 让小女子跟着你好不好吗 万一又遇到猛虎 我可就没命了 被女子声音软弱无骨 虚无缥缈 带着一丝丝魅惑 入耳能扰怨心神 脑里不停回荡着她的声音 射魂魅术 男公侧此时抬起手 一记袖风甩了过去 那名女子被扇到十米开外 此时 若峰从愣神中 惊醒过来 她刚才是怎么了 为什么想靠近那位女子 脑海里都是把她留下的画面 还想跟她 滚床单 这位公子 为何动手啊 我只是一位弱女子 没想到你如此狠心 谁让你来的 她身体不停地扭动 双手却在身后快速掐绝 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对男公侧下咒 让她慢慢失去本心 最终承受弑骨钻心之痛 被痛苦折磨致死 此咒名为 弑心咒 不说 你就没必要再开口了 一道淡蓝色的气波 忽然从她另一只手指间 射向男公侧 竹子 小心 气息实体化 传说中的真气 她迅速后退拉开距离 拔出配剑 提起全部内力 想想下蓝色起波 周围瞬间飞沙走时 狂风肆虐 沙尘飞扬 强大的冲击力 向四周喷射 男公侧被这股力道 逼退了好几步 箭头插地 才让她稳住身体 随后便千功一跃 直接落到了大树之上 如果不是自己内力有提升 恐怕也会受到严重的波及 主子 你还好吧 你在哪里 若风未见到男公侧身影 吓得到处寻找 这里 男公侧稳稳落在地上 看向刚才女子的方向 此时哪里还有那个女子的身影 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蓝色气波是什么 她摸了摸自己的身体 没有任何外伤 没有任何疼痛感 也没有任何不适 她自己都不确定 有没有挡下她的攻击 王爷 那名女子已经跑了 要不要属下去追查 不用 即刻寻找曠世 行踪已暴露 速度要快 王爷 刚才那女子 射出的是什么 属下从来没见过 你可有挡下 不止 真是废物 如此近的距离 怎么还会失败呢 竹子 据处下观察 一王内力相当了得 可并非完全挡下这一击 极有可能失处成功 极有可能 如果坏了计划 全部一死谢罪 都给我滚出去 一天 我跟鸭子珍就是这么认识的 等一下你可不要说漏嘴了 知道吗 啊 就是上次楼下 匆匆一面的俊俏小公子呀 阿姨 你是否有心悦之人了 看你一脸闷骚样 显然就是怀春的面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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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说什么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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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什么 哪里有什么心悦之人啊 没有 那你为什么说话结巴呀 那你为什么耳朵会红啊 那为什么 没眼见都是思念呢 为什么喝茶水都会噎着 为什么 啊 医生 你们来得真早啊 长得还真是俱美不凡 自行莫变 不过 看上去年龄应该比阿易小上一点 要是再过两年 不知道会是何等人间角色 男女通知 草鸟看见南宫义目光灼灼 心里一站安息 对 就是这样 保持住你迷连的眼神 三关闻着五关走 五关跟着七关走 然后就会冲动把持不住 然后对我 心中一顿虎狼之词输出 脸上却是温和含笑 礼貌寒暄 三人坐下之后 很快进入了谈正事的阶段 约摸一个时辰后 收封最终以秦玉天的名义 签下了南宫义名下 匿名商铺的收购矿石细则 为期一年 紫真雄 不知第一批货物 什么时候能运抵京城呢 这次需要的数量比较多一些 易总 只要玉天兄 去曹国办事衙门提上订单 交付货款 半月之内 必定全数到达 而且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只要是玉天兄的货单 绝对忧心拱紧 那就多谢紫真雄了 客气 秦玉天今日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陪着南宫义演戏而已 所以他一直在观察 对面两人互动 他发现 雅子真行为举止 实在是偏阴柔了些 时常还有一丝魅态 虽然有不少男子也有阴柔的一面 但雅子真 更胜 思绪百转千回 秦玉天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 难不成是女子 他心里倒吸一口凉气 看了看雅子真 耳朵居然有耳洞 又看了看胸部 没看出什么 再看了看手指 欣欣欲指如青葱般白皙 继续看了看身形 单薄鲜细 手又无骨 难道真是女子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秦玉天想出一个馊主意 难过易感兴趣的雅子真 是男是女 一事便知 我们现在去藏凤楼如何呀 藏凤楼 为何要 藏凤楼 何处 今日一定要让他们两个露出马脚 今日为了感谢子真兄的鼎力相助 也感谢阿易的引荐 在下必须让你们尽兴 说完抬起双手 啪啪啪了两下 只见三位美艳的女子 步伐轻盈飘了进来 曹雅在一旁吃得开心 聊得开心 但是注意力都在南宫义身上 只见他身边的女子 收眸魅色飞扬满脸春意 一双眼痴迷地盯着南宫义 就没离开过他的脸 还有意无意地用身子 触碰着南宫义的手臂 而南宫义 完全没察觉到这种细微的身体接触 还礼貌地含笑回应 别人碰你都注意不到 那我碰别人 怕你在不在意 想到这里 曹雅突然一把摸过身旁女子的腰 往自己身边一带 两个身体贴了个紧实 抱了个满怀 小娘子 来陪本公子喝一杯如何 曹雅把浪荡公子的举止神态 展现得淋漓尽致 南宫义眼神微缩 他怎么能抱着别人 怎么可以触碰别人 都出去 不用赔了 南宫义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 音调也比平时拔高了几分 吓得房里的三位女子 纷纷起身退了出去 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死劲 曹雅自然地端起茶水喝起来 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心里已经乐开花了 南宫义则是盯着自己的酒杯 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一动不动 心里还在生着闷气 唯有秦玉天 脸上的笑快憋不住了 现在已经确定 两个人都是互相心悦 却不自知 现在剩下的 就是确认雅子珍到底是不是女子 那个子珍兄啊 阿易素来不喜有女子作陪 所以你莫见怪 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 哪里哪里 刚才是我失了分寸 我以茶代酒 自罚一杯 这样吧 既然阿易不太习惯女子作陪 那我们找几位男子作陪如何 这藏凤楼出名的 不止才清过人的女子 更有才华横溢的男子 那都是人间难得一见的 翩翩俊美公子 这位公子 初次见面 奴家敬您一杯 本公子不用你作陪 你先下去吧 此时秦玉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雅子珍就是个女子无疑 这个大笨蛋自己动了反省还不知道 到底是不给他说呢 还是不给他说呢 男公义看见几个小官出去以后 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此刻心里确定了一件事儿 自己绝对是排斥男子近身的 唯独不排斥靠近雅子珍 果然跟雅子珍是 智友 秦玉天要是此时能听到他的内心独白 估计当场要咆哮暴走 老子竟然花了这么多心思安排这个局 你居然害他们是智友 你可是你的天天 若你也是敢在电话 Jes本说一定对他的结束 毫落了 那在了 我先下午 他們要很快 因为由